所以那个时期呢 我几乎每天的宴会被邀请 应该几乎每一天都有 有时候甚至要赶场 就好像做戏啊 要赶场 但是最多能够跑三场而已 从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 所以我无形中我就培养我对宗教的认识 也产生了这个兴趣 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 在一个很好的机缘 我就跟一些佛教徒 资深的佛教徒谈起佛教 也认识了很多佛教的教义 而我时常在一些灾殿吃素的时候 我就拿一些册子来看 发现到这个佛教的这个交易呢 地缘是非常有意义 尤其用在这个人生 就是说乐间的生活 佛法呢 讲佛教的话呢 佛法呢 就能够融合在这场生活 简单的例子说 做好人 讲好话 存好心 善有善报 在那场生活 是被鼓励啊 被支持啊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 我就开始 一直在佛教的这个佛法呢 就积极地去研究 那么到了2003的时候了 我去访问一间巴萨 我就看到一位年轻人 坐在 蹲在这个地上 蹲在地上 他们在 他在做什么呢 原来他在删那个田鸡 田鸡怎么删呢 他就用一把很厉的剪刀 把田鸡那个头 把它剪下来 田鸡的头 跌在地上 还不要紧 他把过后田鸡的皮 把它一层一层地剥下 这个时候你还看到 那个田鸡啊 白白的肉 但是还会在动 我想 只要今天我是那一只田鸡 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所以 我即刻告诉那位年轻人 你可以回家了 他说我还没有卖完 怎么回家呢 我觉得 我看这个词 我 我想 然 DY亨 SUSPD